来一盘来一盘 我们玩两盘狼杀 欢迎大波用户请来看我吃夜宵 好吗 我们的夜宵刚刚刚进行到高潮部分 我们现在直接来玩狼忍仨 欢迎大家订阅啊 欢迎大家订阅点送十个虎粮可以挂我的牌子 挂上我的牌子呢都有各种各样的抽奖 好不要再等了 现在就挂牌子吧 好 直接看完 来欢迎新来的朋友啊 十个虎粮十个虎粮 新来的朋友可以点播订阅 我可以认识一下两个人 我可以认识一下你们谁谁 然后想看我个人视频的玩家 直接去这个B站搜B站 哔哩哔哔哩搜身图室宇宙第一帅 然后如果是想看这个 我今年有很多这个线下纸啊 可以继续 B站搜B站 那如果是想关注我个人的信息 可以看这个 微博大声图007 也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众号 大声图007 以及我有一个个人的微信号 如果这个是算命 这是我的粉丝群 大家可以自己叫 6241474656241474656241474656 47465 好 新来的朋友点播订阅 我可以认识一下 如果你们点个订阅 我这边会跳出来 点个订阅 我会读出你的名字 啊 点过的人不要再取消了点啊 好 不要坑我 谢谢大家 很好 你 今天的今天继续玩我们的预言家裸点四郎局啊 预言家裸点四郎景上裸点四郎啊对不起各位朋友 景上裸点四郎原家没有容错 右边写的是什么 这是我的 炼锅 是啊 似的 称转的 到了 是 第二 那 也是 你不太有那個水油匹配的我就直接開始要跟大家打 看看怎麼樣做一個 好人視角直接抓住他們死下 看啊 首先 首先12號願家5號玩家查殺 這個點呢是必定的 那麼這個狼是誰呢 狼人就是 4 5 7 9 還有一種可能是什麼呢 是5 1 7 8 只有這兩種可能 5號 5號鐵叉叉 至於為什麼5號叉叉請看左邊的強教奧義 等我玩好這盤教你們啊 邊玩邊講 5號肯定狼 5號這個狼 沒有任何種錯 好嗎 嗯 沒有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你問我為什麼說明你從來不看我直播為什麼 這需要為什麼嗎 3 5號 那 6号爆水 就是不喜欢的景象 一句话认为好人 上来我也不知道干嘛 我们认为好人 要一句话认 也许是 接近世纪常常可以发发言吧 快过吧 6号没什么别的 那个东西吧 我直接购买了 你7号盘 好好准备一下 我没东西了 我在这里 一句话听 7号是不是能 看你跳啊 7号发言到好人谈 我好像看了一个10人 2号好像是 昨天晚上那个78个人一起撒开 抗一把枪好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 2号在11号那个位置是个预言家 我们今天砍了他 我们是34564年了 今天砍了11 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他 是不是他 然后他又在底下 我再看一下好吧 是不是你啊 就看这个头像 飞演书啊 出个心情好不好 心底话 这都不是不是你 我的姿势呢 精髓 这是真理预言家 请向两张牌 一二两张牌 二号玩家 好像跟我玩过 就我拿预言家 状态都是这个样子的 就希望你们能够听得出来 就9号是我的精髓牌 这里不是扎身份好吗 退水吃枪吃毒 就对话 你9号 我是你的预言家 就希望你沾边我 后置位牌还蛮多的 就这个没什么力度好吧 7号 六七前最发也没太多信息 就因为9号是我的精髓牌 就7号没有炸我身份 也不能说保他好吗 也不能说保你 先放一天吧 9号是我精髓牌 第一张警会流 流一下这个边角位的12 如果12给我起跳的话 或者谁给我起跳 我看一下吧 我不知道汉条狼的位置在哪里 就9号是我精髓牌 打一下这种 哎呀妈怎么想 我想打一下边角 基本就是这事 7号先放一天 打一下边角 这种警察的1号牌 希望1号能够上票给我 先留下警察的边角1号牌 欢迎新来的朋友 就纯粹是为拉票 因为警察没有听到太多的信息 就只能随便留好吗 就下轮听全发言 我会再改一下我的警会流 就警上听下发言 警下站就这样 希望就是12 他发什么东西啊 我都听 他发谁啥啥 谁精髓 不会多了 我是你的精神 好吗 不会多了 后续跳的 从六七里面去找这个 第二轮里面去找两张狼人 这个狼 六七里面出个狼 你这么跟我拍 我可能会回头 但你 我会回头 我会站拔的 因为他有多少力度 而是他作为一个狼 他这个位置 他发了精髓 他没有收益 除非六七开了多狼 还有几下开了多狼 他才会给我发个精髓 所以后续跳运人家的一定 尤其你们去验 从一二五里面去验 可能像张狼人家 但我觉得这个 把像张狼人家 好吗 我大概一十度回头了 除非给我撩出一朵话 好吗 好吗 不是 你这样十一怕麻呢 对,我前这一条让冤家牌翻,讲不到报点,好吧 所以你这样把10号真冤家的话去冤家7,冤家7,定,右之位的格局,对吧 其实这张1号牌你用不了这个 就你,你如果是让冤家牌,如果这张12号牌起跳,你不留意,去留啊 12号牌不去跳,我如果是你的视角,我会怎么打 我离开了一张牌,天骑士收益是最大的一张,知道吗 这张10,对吧,就像打上你,对吧,给我11压力,11这里 我往人家查上,说一下说一下,就是这个局比较清晰 我四张预言家,验的是斜对角的5,我觉得5这个位置比较容易出狼人 是我个人位置学,确实是一张查杀 那么已知50张查杀,且80张汉跳 我认为狼的位置上面一行,在我预言家上面一行,51中开5 下一行,七跟一会开一张狼 因为已知80一张狼,所以狼的格局应该有连狼,我觉得大概率是5,8,配19,或者配72 但9号玩家的发言,加个10啊 9号玩家发言什么问题呢,因为9如果跟80认识的,其实他可以紧下冲票的 他没必要上来说不认他,然后又说认他,好吧还是认 我觉得9号玩家可能是一张好人,如果9号玩家是一张好人的话 右边一张8这张定位掉,能够跟他形成配合的 不是7就是10,不是7就是10 那么5号呢是我的查杀 那么70两张牌,我觉得我可以验一张 我可以验一张,我觉得不用打死 58双狼,对吧,那么因为7如果是狼 边角为1就放了,那么左边的狼是谁 大概率是这张2,大概率是张2 所以我先点一下狼坑,58一定是两个匪 如果7是一个匪,那么就是5,8,7,2 好吧,如果说10是一个匪 有可能是4,5,8,10 但这个位置不是很像,因为边角为不开狼 所以我不打10,好吧,我认为右边的狼 不是7,8就是8,10 所以如果是8,10 我就打左边的1跟5,15,8,10 这样的组合,没有连狼的组合 所以基本盘比较清楚了 我确实是这张原家 那唯一让别人不太相信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于我去验了5号这个位置 那我一直是验斜对角的 那么说清楚我的井辉流 我先验一张,这样我冲着狼 有可能的狼去验吧 我直接验1张牌吧 因为他在边角位 我直接去摸张1 6我直接放,好吧 我认为预言家对面大概率都是好人 所以实战中确实也是这样 尤其查出来50张狼 我觉得5,6应该不是连狼 本轮查杀5,井辉流 先1,后10 让他站 站没有他站 真的有意思 那个8号 你去摸一下井上 井上你 我告诉你这个12号 这个10 如果是狼的话 这个酒接不到金水的 就这种力度 你家敢 你玩狼你要这么薄的吗 被反水还接个长沙 对吗 我玩狼我是不敢这么薄的 就80 但凡刷狼我一定是要给他发材杀的 我管他是什么身份 对不对 且这个是 我都没有听到他发言直接过的一站牌 这张11是井上就站边这个8的 31两张牌你聊都不聊的 对吗 而且这张5你给他发材杀 对吧 145的话我看一看啊 八诈身份放了 那么是7,90嘛 11张牌我直接放啊 7,90出一狼嘛 因为1 因为1已经是狼了 7放了嘛 90出一狼嘛 90两张牌 9是铁刃8预言家的 有可能是坐坐狼人 对吧 因为他知道一张呃 但是他是要打死后之位的 我觉得更像是10 10 9排队 我去验一张9 就直接结束了 我去啊 我去直接验一张10 就结束了 因为9的发言 如果是狼队的话 他其实是要打死后面的牌 有点太作作了嘛 有个人诈身份 且不是冤家他要打死后面的牌 对不对 所以我去直接摸这张10 左边一排145三狼够了 如果说1 你自己不是一个狼 OK那你自己摘出来好吗 你自己 你自己摘出来 因为你出来就是7进去 对吧 这个很这个事情很清楚的 因为6是我铁放的一张牌 所以这个局 我觉得14510 最多一错的话 是4 5 17 没有什么容错了 4 本来就是我的原始 原始想法 45 我原来想的是4579 对吧 这无所谓的 我就打14514张牌了 好吗 景辉 景辉 其实说实在 我不哪有所谓 反正我觉得你们三张牌跟我陪葬 啊 当然 基于想好好玩的话 还是要投给我的 我是一张预言家 好吗 景辉流的话 直接就打这张10号 好吧 听一表水 四五双狼 本轮全票出五 不管票怎么样 全票出五 这张一号牌可以放 对吧 就盘罗姬放他 为什么 因为这张12号 一张汉条狼人牌 他第一天没有定义一张一号牌的身份 反正月灵给张五号牌 我的叉叉牌 丢一张叉叉牌 对吧 就一号已经是一张焦点牌了 对吗 一号支持了我四号的一票 没有张一号牌 就没有我评票批格的机会 张一号牌一定得放 对吧 就除非你跟我说 张12号玩个操板子 丢居宝珠 对吧 给张五号狼头卖发啥啥 要 就是说 让他一号来打到勾 那我也盘罩你一号 对吗 你二号今天吃我一夜 好吧 金慧刘先摸这个二 再摸这个九 这个九 再这个十二号 他这样拿不到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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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不会去那么远去摸 他力度不够的 这不可能 他老是找死啊 偷他 是不是找死啊 一九 我们让一千发言 那我们让一千发言 让九吃满信息 目之为总结 一二号牌 一二号发言好吧 就我要占面这样四 好吗 你十二号牌给我井上就拿着个什么狗屁的位置什么东西打得跟风水一样的就我不信你这个好吗 钱你告诉我 对吗 我一号牌这边是一张好人牌 对吧 你不给我定义身份 可以啊 净水茶茶 其实你可以随便丢 真的 随便你怎么丢 好吗 你告诉我 四号是张狼人牌 就五号他狼童麦 已经接一张茶茶了 他紧身还给自己狼童麦 发张茶茶 就紧后他给谁定义身份不好 他非得给张五发张茶茶呀 就一定要把自己狼童麦 这样卖出来吗 张五接了一张双茶茶 对吗 没关系啊 张五肯定今天是先走 也不是你四十二的轮次 对吗 你十二号牌呢 硬把我一往四的团队里塞 对吧 无所谓 好吗 就你可以拿你那个什么狗屁的位置逻辑 随便你乱打 好吗 就我要战边这样四 我今天一定出这样五 好吧 双茶茶 我不走他 我是傻逼吗 就我不信四这么蠢的 有可能是好人 对吧 二号发言 上票给这个十二 心路历程跟你们聊一下 首先十二这张牌 我建立在踏实上狼牌的行李路程上面的话 我是可以去盘他隔着千三万水 给这个五呢 一张狼同伴 发一个茶茶 那么在他十二起跳的时候 当时这个八起跳了 先不说这个精髓是发对发错的情况下面 这个十二在隔着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给这个五 如果说是 八 是个好人 给这个九呢 因为八这张牌 首先跟这个四跟这个十二都不关联 这个九这张牌 锦上都说铁站变这个八 如果说八就两张都是好人 盘的情况下面 这个十二在隔着这个位置的话 给这个五一个茶茶 给他自己的狼同伴 一个茶茶的情况下面的话 因为八号力度已经大了 你可以去盘他薄力度 但是你四号什么都没给我盘出来 什么都没聊出来 什么都没聊出来 你在那里起身莫助威的一张牌 你给这个五丢一张茶茶 我想不到心理路程 第二点 这个十二是个狼的情况下面 请让给你聊一波风水 虽然他聊这些风水 全是几八尾罗机 这个东西我愣了 因为我常年汉调也买预言家 我也听得出来 这个东西呢 全都是两张牌 拿来抗水好人牌 但是你告诉我 他是这张张牌 警商跟你聊这些 咋吃咋吧的东西 甩手给自己 然后同伴一个茶茶 他在那里想 他要干什么了 我带路不进去啊 在对比四十二两张牌 这个状态 这个是感觉是 就今天 要是不出局的话 明天估计睡着的一张牌 这个四的逻辑 他打十二的点的话 没有一点是打到点上的 第一轮上票是因为 用这个状态 第二轮上票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你告诉我 一这张牌 我看到票行之后 一这张牌 还是给这个四上票的 一死到不顾面 他在那个位置 一张黄金起跳位 为什么不发一一张身份定义 然后就是这个四 在那个井上的四眼的时候 告诉我 这张二还有值得你一样的空间啊 兄弟啊 你是怎么觉得 这个二还有你一样的空间啊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这个四的视角也是爆炸的 一张桌 一张视角爆炸 那我就认了一张桌的牌啊 就十二号玩家 做吧 我认你是个预言家 但是你那些超弹的逻辑了 我告诉你 你要是出局了 你都别怪我不捞你 好吧 那些逻辑的话 全是盲牌拿到抗腿好人 就你下次拿到预言家牌的时候 也别这么玩 新手区的逻辑吧 没意思的 二十个好人 我认识二十个预言家 今天先走五 新手区的逻辑 开玩笑 这是我总结了多久 走人说 他居然说是新手区的逻辑 哎 今天必定双茶杀 这个可爱的北鼻头 说一下我占编十二好吗 而且是无理由占编十二 也不是无理由 慢慢讲给大家听吧 就 八号是前之位起跳的 我都已经以为 这张八是一张 真预言家牌 因为你这张十二是莫名 只要给一个和山 他还在五号 且是一张离线的牌 我景善也说过 除了这张五号还回来 好吗 不然的话我不相信 你这张十二 因为八号在景善 跳得很真 九号在我这 听来发言还可以 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 我认为这张八应该是个预言家牌 但最后这张八号 翻手 逻辑界重盘 四号在成底为起跳 就是 这张四号牌 唯一有预言家的面 是他成底为起跳 你要盘 他为什么成底为起跳 翻个鬼的车 是不是上面有狼 我这种逻辑 遥控找四郎的逻辑 你跟我说 亲手居游 今天必定 爱的 baby 是无理由 慢慢讲 八号是前 只要给一个 可山 他回来 好吗 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这张八应该是个预言家牌 但最后这张八号 对我就这么告诉你 八号没有必要起跳 也不给什么 你完全可以由我三号位起跳 这一点你听得懂吗 所以三十二不认识 三四也不共编 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高志卫 给这张十二号 给五号发茶杀的人 更值得信任 为什么 最大一点 在前志卫已经发完言以后 后志卫并不是只有四号一张牌 如果只有四号一张牌 举着手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盘 九号是发错了一张金水 所以他认为 他在五号蓝童办在井下 必接茶杀 他可以在前志卫 先给五号发一张茶杀 对吗 可这个逻辑现在不成立 因为井上后志卫 还有两张牌 分别是三号和四号 难听懂吗 就还有两张牌 三四 他并不知道哪张牌 会起跳 这种情况下 他直接给高志卫 给五号牌 发一张茶杀 有什么意义吗 发不出礼物啊 所以我想站这张 十二号牌的边 好吧 我要站这张 十二号牌的边 我觉得十二号 无论是从逻辑上 还是从他的力度上 都要比这张四号牌大 但今天也不是你们四十二的论词 反正我 他刚刚是不是出了出了新的内容了 他怎么做到的 卡掉了就没了 十二号是哪尾 逻辑打我四号啊 对吗 十二号为什么要给他五号狼都卖 发茶杀 那得你三号跟十二号去商量呀 为什么要给你五号狼都卖 发茶杀 就碰巧碰巧 碰巧我四号一张真原家牌摸四位 对吗 就晚上摸的是个五十一张狼人牌 哎你狼队有双叉叉对吗 并且你五号连一张拼命牌都跳不出来了 对吧 就你这个三 你说你跟十二不共边 这个八给九发给九发精水 对吗 如果九是一张好人牌 你告诉我这张十二 你三十二共边 要你三号这边起跳一张约 人家给我四号头上 聊茶杀吗 安全吗 你告诉我你三跟十二 做不成共边的牌 从哪里聊得出来 今天晚上先磨装 这句好人要拿砸 5号预言家 6号精髓 就42四罗汉跳双狼牌 明白吗 5号预言家 6号精髓牌 就12那个位置 给五发查杀 对吗 后子为他看到山没起跳 4起身给我五发张查杀牌 对吗 如果4不汉跳 你们一定会盘锦下有预言家 对吗 所以4给你们来个罗汉跳 42双狼牌 好吗 精髓流打11这张牌 这12两张牌我放了 好吗 就42两张狼牌 如果12有跟他们 勾面的牌 对吗 就一定会 给那个人上票 对吗 另一个气票 对吗 12我放了 精髓流打11 今天出事独12 5号预言家 6号精髓 好吗 就好人大概要拿砸了 好吗 5号是预言家 6号是精髓 42是双了 嗯 那你预言家 你验不到11啊 你在说啥子 你也不讲一下 你为什么不上镜 你要是说得真一点 我今天就跟你走 好啊 你要是说得真一点 我今天就跟你走 就是 就是 这个1号牌这种发言 就是我最盘 没怎么盘这样子发言了 就这样子发言 你盘到4个狼吧 就有点难盘了 感觉 而且是第一天 而且聊到那东西 都听不太懂 就 他12号的视角 你把你1号盘进来 可能一点错都没有 对吗 就不准别人当你是狼吧 他又没验你 对吧 这种发言 难盘 半号牌 我感觉到他还可以啊 为什么4号牌 你要去啊 我就知道3号牌 可以吃烟 3号牌就是点到家属卡标的 半天的 人把好预言家出去 这种有的没的 完了之后 通篇的维路机 三杀做不成双挡 这种东西 听都听不懂 好吧 我觉得3号牌 可以吃烟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去 这个二 有活人啊 看看 有虎狼的刷一个虎狼 没虎狼的刷个一 我看看多少活人在 就4号井上说 这5号连个拼命都拍不出来 结果跳了一个预言家 真的是让我猝不及防 好吧 并且你5号跳预言家 哎 你说412罗汉跳 那你还能摸到谁的 你不去摸久的 因为扒在那个位置给酒 发了个精髓 除非你们盘 发给酒发错了精髓 对吧 要不然他 你们都敲敲敲敲敲的 不说话 聊聊天啊 你在逗我笑的吧 我在面12呀 他12瓶怎么 隔着千张外嘴 给他郎队友发杀杀 他不是有毛病吗 我觉得不太像啊 所以我是战变12的女员 并且我7号一杆枪呀 你还打我这个狼 7号放一杆枪一杆枪一刺 边界会开不开狼 我不知道 反正我7号不是狼就行了 行吧就是这点 看到了啊 小伙伴们 我刚刚谢谢你了 超多荧光棒 谢谢你 我觉得谁像愿家 我就会去战变谁 好吧 我7号这一张 好像我战变12 反正今天肯定是 礼物清单 先把5号干飞好吧 就你5号还能摸到11了 你但凡挑一个景象愿家 300个 荧光棒 先周五没有什么问题 好吧 两个愿家 谁一起买他们 对吧 四五十二看两批了吗 这就很简单 当然啦 藏宝兔就可以 就5号拍个平米 都拍都不行 上次查到你告诉我 只能挑愿家好吗 就9号是我的饮水 就起身炸了一波生肆 对不对 愿家两个都有 职验室 都有爆点好吧 都有爆点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10号 就四十二 都放不下张9号牌 不知道为什么 都放不下张9号牌 10气票 就不知道为啥 这个为什么看不见后面的牌 带摸张9号牌 就这12张 不是第一集会 就是第二集会 这个气票的话 为什么放不下 OK 好吗 有数了 就我觉得它的反应的话 还好 就你们盘 如果9是一个皮囊 他在这个位置 接到精髓 没有反水 你们几回都可以 打这张10啊 练食精髓 再打9 14一张好人牌的话 这个9不能爆 如果14一张狼人牌的话 可能9就爆 14一张狼人牌的话 这个9可以爆 14张好人牌的话 这个9保不了 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好吗 咋说呢 听一下吧 今天走5没什么问题 守卫可以选择守我 也可以选择自首 好吗 选择守卫星 哎 不是啊 怎么说呢 我觉得12磨狼了 因为12的视角 他锦上的第一张 紧婚又留了1 我觉得他一定是个狼了 他的视野 你80个汗跳 我底牌 10张好人牌 他说了9 可以做成一张好人牌 10不可能是8的狼队友 7跟11里面 一定要摸一摸一张 摸7的收益 远远比这个摸1的收益大 他的锦婚牛 是觉得6保了 这个50个茶沙 他觉得 运人家的对面 是张好人牌 那他的锦婚牛 一定要牛这个7 而不是牛这个1 他牛了这个1 就没有运人家的视角 所以他是锦上 牛了1的锦婚牛 我不认他是一张 运人家的逻辑 好吗 第二点 因为这个8 给我9发个精神 我底牌是张好人牌 12的视野 你一定认为8起跳了 且8的信用力 省掉的还可以 他想的 那我给我的 你现在囊队友 这个5号 发个查一下算的 你想 如果4是个囊 他那个位置 已经 看到5号回来了 4发言的时候 5已经回来了 4 可以给这个5 发个精神的 他可以拍 因为囊队知道 我是中刀的 那我一定是一张好人牌 那4 可以说 12呢 玩了个花板子 给他囊队友 发个查杀 就因为 补这个力度 把他的 泥线囊队友 给干出去 没必要说 这个4这个位置 是个囊 还给5囊 发一个查杀 他的收益 一点收益都没有 就一定 把5这个囊 同伴给干出去了 懂这个逻辑不 我底牌是张好人牌 且是个蛋 好吗 我是个囊 我一定期待了 带 带着饮水 带着 反水 你紧实是个好人又怎么样了 瘦囊同伴更好啊 是吗 我这个位置 我晚上自到了 偏降一个精髓 我直接反水 逆紧就可以了 12的视角 他没牛7 牛了1 他保了这个6 他就一定不适当于人家 7摸出来 这个精髓 11直接打了 这个1 12的视角不对 他牛了1 我不认为他是张于人家 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点 40个囊 没 发个精髓 发个查查 直接发精髓就可以了 好吗 总归今天先出了这个5 好吗 我觉得这个12 不相当于人家 南根的话 2512 3条都比2好啊 3为什么条都比 RX啊 好吗 我觉得是2512 我要在酒身上浪费一些时间了 10吃1验吧 1450 10得吃1验啊 因为450 11这里面狼牌过多了 所以我其实不是很想验10 知道吧 是这样的原因 我不想验10 1张牌验不验呢 不验10 没有人啊 我验不到别人头上去啊 这时候不能执行 位置学 我不得不验 我不能不验 我说 我这时候不验他 我不验10就没位置验了 这张10 这张10 上了一张牌 就是我井上 我觉得这张10 有可能是张枪 对不对 可以打了这张10 爆炸了 7条杆枪 90有水 那么这张10 实际上坑杀位 对吧 就谈这一点 减张加持卡好吧 今天先把张5吹了 123里边 1且战边张4 你张12号牌 不应去摸张1 对吧 你张4 只能在4 只能在20里边摸 知道吗 24里边 变不查杀出来 你像4处局的一刀 7、8两张神牌 我觉得是4、5两张老人牌 真的 4、5两张老人牌 是让10 实际上坑杀位 12、3、6里边 让2 且战边 你找12号牌 对吧 1 14、5、10 2 几天狼刀在9 我给你开3张老人牌 4、5、10 2、3、6 三张牌 是让6 5 在那个位置 6号牌 让原水 6号牌的花样 觉得没报道 对吧 让6再开 对吧 对吧 让12级线人做力 对吧 你让4 你让12号牌 击爆点特别多的 你让4打不出来 就说你让4、5碗的菜 让12打的时候 80两张老人牌 80两张老人牌 这张9 就直接查杀了 那张四感 7是枪 这张10 10 是张坑杀 我以为这张7 底上直接过麦的 对吧 这张10 有可能是两枪牌 因为枪牌才能这么弯 这张2 1、2两张牌 对吧 去验容错率 好吧 反正4512算 开两张老人牌 对吧 1212加牌 对吧 这样1 没必要验 就在20里边验 这样3 对吧 3发言 没找出来爆点 好 好 演个师啊 首先这个11号 你重启一下你的机器啊 因为不用你投票 我也会出局的 你沾遍我就可以了 9号也是 你不信我你就直接重启一下 你们俩卖太爆炸了 然后说一下9号的问题 9号认2还认3 你认3 23都沾遍我的 对吧 那么你为什么认为2进狼坑3不进呢 是不是 就没有理由啊 就我觉得9号像一张好人牌 因为他在井上 他首先自刀 自刀起来 一张假预言家给他发了精水 他也不看跳 然后到莫志维还认自己的 耿直的4号同伴 查杀5号同伴 然后起来 我为什么简佑发言 是希望让9号听满发言之后 然后再告诉我你的战鞭 他还这么战 9号 我觉得挺难做成一张狼人牌的 还有我跟你讲 我没说验1 我说验10 我说的位置中是4579 45710 或者是等等等等 就井会流是打在石头上的 然后经过一轮的表水之后呢 发现7号8号两张神牌 9号饮水 我都放了 10号吃我第一咽 好吗 10号咽出来如果是个精水 那我吓死了 好 我觉得10号应该是蟑螂 就1450 比较大概率的 因为1号刚刚带一些情绪了 对吧 带了一些情绪 我觉得1号的这个情绪比较突兀 他没有迷惑 他而是更多的这个 他没有疑惑更多是情绪 那么左边两张 323都站边我的 这里的关键牌是认下对面60张好人牌 这是需要一些操作技巧的 啊 这个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配置啊 然后45两张狼人牌 左边坑位23站边我放掉 1站边对面 呃我觉得吃我第二咽吧 好不好 我们先咽第一咽 如果10咽出来是张茶沙 我稳稳去咽你1 10如果咽出来是张精水 那你放心 我一定咽11 好吗 9张牌我就不咽了 因为我觉得这么爆的一张狼 好 那么如果说很不幸 1011双好人 那OK 再聊9 对吧 那么左边45两个人是锁定的呀 再聊9 但我还是不太愿意相信90个狼 那有可能狼都在左边 456 那时候6再进去 23最后 对吧 整个局到最后还有跳身份的 我觉得 呃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当时的投票 啊 23两张票都是跟着我走的 568和10 是弃票的 对吧 请回流重复一遍 首先验10 其次验1 全票 出5 牛直接赌4 不放心起来听4言人也可以 第二天晚上我们再赌 一天可以最多升到5G 好像 5G 20块 还是30块 我不知道啊 反正大部分的 不用太贵的 哎呀 从一个从不网杀的人到现在 网杀还说得一套一套的 我也真是不容易啊 为了虎牙的观众们 对吧 虎牙的观众们都喜欢看网杀 我本来从来不网杀的 真的一次都没有网杀过 为了给虎牙的观众 还不是我自己的原来的粉丝吧 我不知道你们玩过 玩没玩过这种局啊 一个曾预言家第一天 接双叉沙 啊 是不是很悲催 啊 就第一天离开了 没听到任何人的发言 好吗 我留了一个警惠 留了这个11 对吗 60金水 现在不用验人了 3 4 11 12 是头脑人牌 点齐了 没有一张容错率 对吗 7枪牌 8 女物 9 银水 对吗 67 65的金水 10号牌没上 对吗 警下1号两张牌 12两张牌 绝对不会快4跟12的狼队友 对吗 就如果开一张狼 开他一张狼队友 另外一张可以直接弃票 因为他知道5号 一张警下牌是个真预言家 是12 对吗 12放下 对吗 狼坑3411 12 4张狼坑点齐了 5号是预言家 6号是金水牌 好吗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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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主委总结是谁 九岛牌啊 那第二页十一啊 那我不能骗人 我要往右边走 我就对话你这个十二好吗 我他妈就行四十个预言家 好吧 你不喜欢用位置学来打人吗 七号跳杆枪 你是个编达位预言家对吗 我一号牌这边是个好人牌啊 对吧 你信边调位预言家 哎你不是就喜欢信什么位置学 这个屁那个鬼东西的 那你把这张六你给我拍死呀 好吗 你验出来十是个精神 你还要去验张十一 那你告诉我右边全是好人 左边四张老人牌就可以了呀 你说我的情绪莫名其妙 你紧上对吗 你紧上什么都不给我拍 就全这位就这张二号牌说的 我管你是个什么什么牌 你紧上什么都不给我拍 就给我拍啊 我队这位 我斜队这位可能是一张老人牌 所以我验这样五 你的逻辑在哪呢 我问你张十二号牌 好吗 我就要 我想想 哎十二 这个一帕不是个龙错率吧 就这么对话你的 啊 就一啊 你 我跟你这么聊 一号玩家 就我感觉你这个 这波情绪 两波情绪 稍微有点打动我了 我们对比一下 四十二两张牌 紧上的发言 紧上的发言 这个四的视角呢 他昨天在那里 是拉票的行为 你听得出来吗 验谁 打谁 你去听啊 你换到四的视角里面 四十个预言家 五十个狼 这个十二十个狼 四在那个位置 如果说他紧上那一波 直接跟你聊 对吗 因为十二号起跳的时候 这个八没放手 这个九还在呢 十二起跳的时候 是建立在八九 跟他对跳的情况下面的话 他在这个位置发五一个叉杀 四在那个位置 但凡是个真预言家 他一定会盘出 因为八是个预言家 这个九首先 是个吃刀的牌吧 对吧 饮水牌吧 这个九铁站了八的边 那十二是个狼 他是知道的 我们回顾一下 因为十二 第一天晚上他刀人了 他是个狼 他知道的 这个位置 给这个五去发一个叉杀 狼队友嘛 搏一搏力度 因为他知道女巫会爆出来九银水的 我帮你回顾起来 对吧 那么九这张身份比较高的情况下面 所以五去发五号狼队友 所以十二去发五号狼队友一个叉杀 其实不用不用在意这个九四张银水吧 因为两张牌都是不知道 预言家牌是必然 如果你是四个预言家的 他的那个一定会盘出 八九两张牌放了 这个十二给自己的狼同伴 发一张叉杀的情况下面的话 是为了拨拔这个力度 把这个八干出局 他不知道他四十个预言家 这是个正逻辑 他从头到脚没给我盘 在那里聊些什么东西 我半点听不懂 这个十二我还有一点 就是说你想一下 他是个狼 他井上跟你聊这么一大堆的位置 他不怕引起好轮牌的反感 狼牌有的时候 主播去的狼牌打着怂了 被人贴脸的贴得太多了 他打怂了你知道吗 这个九啊死得好 听不出来逻辑吗 你就不要听 卧槽他能这样说的 就今天把这个四走了吧 好吧 就四十二两张牌 你也别听这个四白了 这个四在那里强行坚持坚持 坚持不下去了 他可能是 他如果是蟑螂 他不会去聊九的 他说还说九死 九死得好 就二十金水的话 发个星星 都发个星星 是茶沙的话 给我扔个鸡蛋 好吧 你一二是 是茶沙 二是茶沙 这我就很难盘了 就这么说吧 这张一一定是个好人 然后这张九 昨天他发完言就一定是个好人 就你们狼 是过于散心病狂 好吗 过于散心病狂 就如果这个二是个金水的话 那个这个六不能要 但现在这个二是个茶沙 就这个一一定是个好人 然后我这边是枪 就你七号 我不拍你 也不投你票的原因 是因为你昨天跳枪的时候 你是这么说的 我是敢枪呀 哎呀 不要跟我瞎搞 那就四五七呀 跟我搞什么呢 就发个星星 给我发 我就很难盘了 昨天他发完言就一定病狂 这个二是个茶沙 我不拍你枪的时候 然后发出这么怂的言 昨天没有举票 我已经让你穿了一天的身份 但不允许你穿第二天 听懂吗 就如果这张二是个金水 这二是金水 那你六不要 为什么六不要 你听好了 就你昨天打我 说我是个伪逻辑 我已经讲清楚了 但凡我三十二 无论你盘我正反逻辑吧 我并不知道巴是一个预言家 我拿一头狼 我在十二号警上发言 只踩十二号 拼命的要去认这个八号预言家 我是一头狼 我要这样做梦 在我明知 如果我到了九 八号给九 我会不会猜 她是一个女巫 有必要发出这样的言论 对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是我 我完全可以 由这个位置起跳 给四发一个茶沙呀 没必要啊 让十二号起跳 四完全可以 接着茶沙起跳 对不对 如果我 但凡我到了九 直到八 一定是带身份的一个人的话 有这种力度 为什么不能 所以你说我盘的是尾逻辑 只是我们俩视角不同 先你打我打三 打得太狠 九号是我申报的一站牌 可是你们把他打死了 好吗 对你们把他给刀了 就你这样 知道为什么九 说二三两个人 你发言没有我好吗 因为 因为他发言确实挺好的 对吧 三号小姐这个发言 可以加个好友 昨天没摸这个案 也没摸你这三 我摸了这张十一号 为什么 昨天在我这边 你二三两张牌 是进过四号囊坑的 就不用摸你 二号紧下这张牌打的什么汗 我还用去摸他吗 你三号这张牌昨天打我 就全盘盘鞋尾螺进来打我这张四号牌 也没必要去摸你这张三 你知道吗 就我只需要摸这张十一号牌 十一号是一张叉叉牌 对吧 就你 你三如果不挑猎人牌 今天我还得牌你三 是一张狼人牌 你知道吗 就 你三七两张牌 你自己去解决 好吧 就二一张狼 五一张狼 十一张狼 十二一张狼 对吗 那七张牌 我说验的十啊 他怎么验二啊 就是 就是 是这么个情况啊 你 你四号牌给十一号叉叉是吧 就是 你发现状态不行 所以我不想得你这个丝 好吧 虽然十二号牌 他第一天 确实那个 谁让我想起来了 就是 你第一天要摸这个五个五叉叉 那你就别留一的金和留了呀 你第一天又不摸 你要认变叫维卡达 你第一天又不摸 你 你去摸了这个五 摸了这个五 你又去验这个一 你不晓得一 你又不晓得一 七啊 对啊 他说说我去七飘了 他说我去七飘了 还有你三号牌你尾楼机就尾楼机了 你这个是真是强心班 好吧 就我感觉你今天丝毫有点炸呀 你说你三号今天要不排枪的话 我还排你四个狼 你前一句说的是 你二在我这里已经一笔定狼牌了 哎 在你说三之前 你是摸过十一的吧 二十一在那里两笔定狼牌 五十米叉叉 把我这里喊跳 你还盘三四个狼干嘛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 至少 这这 基本上算是已经炸了 好吧 并且你们想 就八号没跳女巫之前 我在想 十二号为什么 就是千山万水 给他狼队友发沙沙 八号跳女巫以后 你你要这样想 好吧 假如十二号是比狼 在他眼里 他八是得跟他汗跳的吧 他不外周围发个精嘴 发言好脸 把这个八号 把这个八号干出去 对吧 把这个八号干出去 干嘛给一张泥线 他的狼队友发生精嘴 发生叉叉 把他拿着我打出去 他发生精嘴 跟八PK不就完了吗 对吧 还有可能 批头去一张真面加 对 我觉得十二号不下去了 然后关于你这个三的问题 不用你挡刀 你挡什么刀 卧槽 我是枪就是枪啊 就你这轮排枪什么意思 反正不管你 不送你的轮次 好吧 听十一怎么聊 总归是四十一十二里面出吧 对吧 我去四张反摆 我说了我不敢强张边 我怕 怎么说 站错边就不好了 万一你们都来捧 我就不好了 好吧 长城排马 肯定有点责任的 听听十一号怎么聊 十二号 给十号发金谁 我要站边十二号的话 南城确实是谁 但是四号很反强的 也给谁丢了个杂杂 这点我就不能信了 好吧 就 假如我要信十二 十一确实是一个南城位 十一 一 四 五 这是长狼 但是你觉得 是谁是犯狼的话 他给狼队我发杂杂 知道自己保不住了 就像四号上一轮说的 气局保帅 就有点 诡异所思 好吧 对我 所重还是要听一下 十一号的发言 来决定我这把的站边 好吧 现在场上形势总归是好的嘛 不就出书一匹狼 一个好人牌吗 对吧 所以说这把 暂时还是 局面还是能稳得住 好吧 呃 今天听十一号怎么聊 八号代个队 听八号怎么发言 其实八号发言不重要 主要还是听十一十二 我确实比较于 我逻辑啊 发言都不太清楚 所以我要确定 怎么说呢 不敢强战边 怕站错队 怕你们 你七号是个狼啊 三号说不让你穿衣服 不允许你穿第二天衣服 你还说它是个胆刀的 哎 我觉得你七是一匹狼啊 就我觉得不管 四十二谁是原家 对不对 这个十一都在那坑里面 十二昨天能够十都紧回来 那这个位置 十是一张精髓牌 对不对 哎 十是一张精髓 九号打一六 八号一张女物牌 对不对 十二十一 七 两个都是在坑里的一张牌 站在你眼中 对不对 就我觉得不管四十二 谁是原家 这个十一都是在坑里的一张牌 哎 就这么说好吗 今天我觉得我想出这张十一号牌 好吧 除非十一号表的很好 我可能会出这张四 晚上的话 有点想读这个七啊 我的天 这张牌也真是迷之 是不是迷 哇 我们的房间里有一个帝王吗 纯情大叔 六六六 哇 我们的S9今天是冲到了防守啊 对对对 冲和真快 不要睡觉啊 同学不要睡觉 同学不要睡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你枪牌你表啥水 搞不懂 好吧 这张六 六都不知道怎么聊了 对不对 你三十张枪牌 那么四五六七四张狼人牌 对吧 这张一三刃得下 这张二刃得下这张一 对吧 这张一咱们不聊 对吧 九号牌两天赤道的一张牌 十二你去验这张十是这张金水牌 对不对 三七开一张狼人牌 四六 四这张定狼 五这张定狼 这张六 这张六这里都不知道聊啥了 我就对话你八 我十一号牌十张狼人牌 十一十二两张狼人牌 对吧 这张四海来验我十一干嘛 这把我打死呀 就你这张十一 对吧 你给我发张金水 我在这个位置还能给你掰一下 一张十二牌 一张狼人牌 去验一张十号牌 一张离开的牌 十号牌 十二牌是不是爆炸 你自出局好吧 就一二 你这张十二牌 看一二两张牌 你看 我觉得这张一可能不是张狼人牌 对吧 二铁站白你 那么就是四五六 三张定狼 三七里边开张狼人牌 狼人直接爆炸了 我本来想倒过来发言 本来我想让十一先说 诈一下 看看有谁会 额外识别出十四张好人 想想没意义 还正常发言呢 就要看女巫牌的态度 因为女巫牌如果站得对 那么对我们好人的最优策略 实际上推七 为什么推七不是推三呢 因为七这个玩家 是在五号出局那个轮次 说自己是猎人的 你又不太扛推位 又跟你没关系 你好好表水 或者你正常打一六 对吧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自己要跳猎人的 说明你有危机感 你为什么有危机感 你觉得边角位可能开狼 那你应该打一六嘛 对吧 那你把 那我保六也是五里有保的 你可以说六可能有问题 对吧 一可能有问题 可以这样打的 所以你没有打 但直接跳身份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三的小破绽在于 三说七这样发来言之后 你让他穿 其实你要想一下 当时是你先发言 他在发言的 他发言之后 你有没有 你是第一次发言啊 刚才 不存在你让不让他发言的 只是你心里的一个心理动作 但不管怎么样 三号妹子这把聊得非常好 就三号妹子 盘出了 刚刚尤其是一个逻辑 就是八查九 如果狼知道怎么样 而且后面千山万水 隔了很多人 我不可能直接去发五一个金水 这个逻辑是认的 好吧 三排的这么精彩 我觉得如果女巫能够站边 我晚上稳稳开读 独四的话 就是 就投 直接投 直接投七 其实如果真的开读枪 那么你带走三 这毋庸置疑的 其实如果开不出枪的话 投死一匹狼 那我们晚上再读死一匹四 那就调答 对吧 就 所以我说 四五两个人是锁定的 三七 三七开一郎 大概率是张七 那么因为七 八是女巫 九导牌 十四金水 十二是我 我其实不想摸张十一 因为十一刚刚 也带一些情绪化 聊的还可以了 对吧 我就 且认右边是一张七 左边三郎 就这样格局了 四五 那么三放了 就是一二六 一二六呢 怎么说呢 一的玩家 两轮这样发言了 我可以放了他 他 我放了他 他总不能每轮都是情绪化吧 对吧 所以就是二六选宴 所以为什么说出七 因为出了七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 如果七开枪 那我去验六 六一总开一郎吧 如果七开不出枪 那么我直接去验二 我是这样的原因 七开出枪 我验六 七开不出枪 我验二 明白吗 所以本轮出七 然后希望女巫可以 直接读四 直接读四 我确实是张好人过 因为三五桥 也其实已经聊得很好 如果说三号是个狼 那我觉得 他值得拥有 三八十二 三张神 四七头十一 四七头十一 这个十一 也是有点厉害了 这个十一也是厉害了 你三号怕是拿狼了吧 今天怪我七什么事啊 那我走了不是拉闸了吗 你三号跳起来拍我干嘛 都不是把我暴露了吗 你信四出十一 你信十二出四呀 你说但凡这个冤家 你今天不规标式的 爬了归我七呀 真是玩得六六六啊 差不多狼跟四 二五十一十二了吧 他给一张黑麦的花鞭水 我一听被我七 我就感觉不对劲了 七十个对你啊 干嘛跳枪 干嘛跳枪啊 有个护身符不好吗 又不会砍我 对吧 反正总归出五五的轮子啊 今天四号又 给四号发了个叉叉 我脱衣服干嘛呢 对吧 万一砍了 万一砍了 怎么说呢 我觉得十二是个狼了 你是个预言家 对 想想啊 如果他是个盾的话 那他盾了谁呢 天黑请闭眼 他盾了谁呢 之前盾了谁呢 七开不出枪 我们就验二 对吧 这个道理 七开不出枪 我们就验二 他说什么都行 他能够第一轮跳枪 他就能一言跳守卫 天亮了 那他守着谁了 八十一双死 十六六六 我先发言 就很烦 那这什么意思呀 对吗 十是你的精神 那你给二发啥啥咯 对吗 你不是说七开不出枪 你要你要去验二吗 他就我不信你是个冤家 好吧 就是不信你 我就觉得你打人 根本就没有什么逻辑 全都来位置 谁给我打 好吧 你昨天为什么要归这样七 你昨天你是冤家 你归四眼 你归七干嘛呀 你看看谁归七的 因为是顿是后跳的 就这个弹性的 就麻买皮的 我跟这个四能共面的 一张好人牌 第一天跟你聊了 第二天跟你聊了 第三天 你在这里还要测试 我的弹性 你测试个弹 我告诉你 把这个四出了 游戏结束了呀 我跟你盘狼 可能这个五四个狼 这个十一也是个狼 这个七四个狼 这个四四个狼 四五七十一呀 我是个狼 你第二天就活不了了十二 听得懂吗 这个逻辑你能听得懂吗 我是个狼的话 我这样勾进去的情况上面 你这个十二 第二天死了之后 这个四处局都没关系 我永远活到最后 谁能盘得到我了 是在昨天那个位置 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十一 你告诉我 他凭什么去发这个十一 一个查杀了 这个十一不能跟这个四是不共面的 他第一天能把一张狼 队友卖给你第二天的时候 他这个是铁处局的时候 他这个位置给十一发一张查杀 你告诉我 他是要出这个十一 还是要保这个十一了 半点逻辑 几把盘不出来 用一些位置学 位置学 还要放这个位置 给我发言顺序 我对话你这个三 你是干大枪跌 我低头 但是这些逻辑的话 全都是些位置学 拿来扛推 好能用的 把这个四处的游戏结束了 这个十二在那里玩个见鬼的板子 我随便他 就四号最后一张狼能排了 这个十四个精髓 这个一 你一直是情绪是发言 就直接把你扔下砖狼坑 就砖 这个四四个狼 这个五四个狼 我可以发言说 验了一是一张精髓 就七这张牌 他告诉我 他四张轻二牌 这样就行 在那个位置 第一天的时候给我跳出来 他说他四张枪台 因为一定是二四五七 我该出去 我第一天不拍你 已经说清楚了 我怕你是一个守卫 知道吗 我也想过 所以我不拍你 让你穿了一天衣服 第二天已经对话你了 且给了你一张加持卡 让你自己聊 你是个什么身份 你要是守卫 你就说清楚 你是守卫 我已经直接对话你的时候 你不讲清楚 那就是三七的轮次 你不脱这个衣服 我必挂你 懂吗 你是守卫也出去 这是你的锅 不是我的锅 第一天已经让你穿了 第二天问你你是谁 你还说我是个挡刀的 那你出去 守卫跳了我就可以说真话 这个十二 留的是二六 验是吧 听一下四号玩家的发言吧 反正这张一应该是张好人 这个十一这么能耐 当时如果他接长沙可以跳守卫的呀 我觉得反正九已经倒盘了呀 昨天把自己摸了一把 对吧 一个好人 别放弃啊 就自己把自己摸了一把 我感觉没有摸人必要了 男客摆着热啊 十一号一张狼人牌 五号一张狼人牌 十二号一张狼人牌 二号一张狼人牌 一张汉的 汉的卧槽 汉的一匹 这张二号牌 没必要摸了 对吗 所以就把自己摸了一把 当这个十二号 跪票这个七的时候 我心里都凉了半截 谁能挑个猎人啊 你三号挑出来了 他七号都不脱衣服 昨天能是个七的轮次 信我十 信我四就出这个十一 信十二就出我四了 对吗 你三七自己就可以解决了 你三号倒拍带走这个七了 对吗 就你告诉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号迷一样的发言 感觉还是不能这样打 因为如果6号跳个守卫 那我去我想想验谁 摸6吧 没人摸了 3向10号砸出了鸡蛋 10号也是一直黑麦的张牌 知道了不用担心 4的狼位 是5 11 12 2 好 我不说1 知道了 哎呀 你们也真是难打呀 5号 4号 你把2也卖了 2是我今天的查杀呀 那你觉得20狼 4号说他验了自己 对吧 他的狼位一张5查杀 1张12汉跳 1张11查杀 对吧 然后还有一张2 除2啊 除2都没问题了吧 我们又是双查杀 你把你两个队友都双查杀了 这个7又跳 7在不用跳猎的时候 首先跳猎人 刚刚守卫死了又急匆匆 你除了占据守卫一个位置以外 那我这边一张6一张10黑麦 你让我怎么判呢 10是精水 6 我觉得前两人发现天上去是好人 对吧 那这个7你守了谁呀 说一说嘛 也不说 怎么打 我说的很清楚啊 2倒牌 7倒牌开不出枪 我梦认为16是好人 那我就不会在16里验 那我去验谁呀 4需要验吗 30枪呀 那肯定是验2呀 2查杀呀 对吧 那么再倒过来想想 2号小玩家呢 就是心里很恼火 你怎么那位置去打我们4579呢 顶上我的一个方案 4579是狼嘛 就错了一张 对吧 那是4572 那一号小玩家是这样的 就是我虽然是用位置学去打的 但是后面呢 我是讲道理的 对吧 因为我打的狼 4是一张我汗跳的狼 5是一张我查杀的狼 那么7张牌是穿3衣服 我去归他的 我虽然用位置学骑手 但是我绝对没有用位置学冤枉任何一个人 如果你一定要说位置学有问题 那么这是我的问题 我用位置学也只是验了5 且5是一张查杀 那你随便验 你要怪运气学嘛 对吧 随便验也是一种验法 除非你告诉我 我不顺位验你1 你非常不满意 那OK 你弃票 你为什么弃票呢 因为我还是要赢的这一把 对不对 我们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玩 外面还有6个好人陪我们一起玩 我觉得我验一张5 我这个预言家最不至死吧 我觉得1也是一个明示里的玩家 对不对 10是我的金水 右边一排都轻了 场上7大概率是一张狼了 3是一张猎人了 10是一张金水 我是一张预言家 4我不用出你 因为他说要出那张2 那我们一起出我张查杀2 好 那么还有最小最小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7这个玩家 淘将狐 真是一张首位 乱玩 所以我还能一验 就直接验张6 这4你的游戏是真的结束的 好吗 就不想多说了 出二 我去摸最后这张不说话的6 六金水一样 我要这样说呀 不然我留他景辉又他不爽了呀 你懂不懂 然后我还厌你 不要刺激人家 卧槽真的优秀啊 246还能投我的 不是我看看我 那12期票怎么 好人期票打不了呀 246还能投我 20狼算了 40狼也算了 60狼啊 60狼那7就在乱玩吗 是吧 7真的乱玩了 我不知道6为什么投我 我想想 6号是狼 7号真的是首位 那就是首位穿猎日衣服 1号为什么7票 我想不通 就我们现在是3票对2票 那因为1号7票 所以我们输 嗯 我想得通啊 我分数不是有所谓 但是我每一盘输赢 我一定要想个所以然的 是吧 我自己对自己有所交代 1号玩家你自己想一想 你也可以在发言的时候告诉我 你对我这一盘玩的哪里不满意 我井上的发言是 我自己是一张预言家 摸了50张茶沙 我觉得会有连狼 可能四五是连狼 对吧 那时候我再次发言前面 且我认为边角位可能有狼 70一张狼 另外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狼 大概开在90中间 对吧 这是我井上的完整位置学的发言 但我出人 先出的这张牌 是这张茶沙五 双茶沙 没有问题吧 其次 我出的 我去摸的这张牌是十 摸的是一张金水 我饱了九 九也死了 对吧 我验了 然后我说的很清楚 我要推这张七 推他的理由是因为 他在飞跳回合 去跳猎人 当人出五 他跳什么猎人 死了之后 他跳守卫 也没有抱守谁 对吧 那你反观四 四上来发五茶沙 对吧 其次发十一茶沙 十一跟你一一样的情绪化 能保下十一 为什么保不下你 能保下你一 凭什么 我们双标保不下十一 对不对 一号玩家 对 我觉得输是输了 但是 下次再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冷静的想一想 因为别人捶你 别人可能是个好人 别人捶你 别人可能是站错边的好人 别人也有可能自己群绪失控了 对吧 用他来打你 你去打他 我觉得 那我们都需要提高嘛 对吧 可能需要更多想一层 他到底是不是好人 你说那一号玩家 好吗 看来还能赢吗 如果只有二四两狼的话 还有张首位的话 那也是挂机的首位 十号挂机还打什么呢 对吧 很难打 哎 要一胶紧辉的 忘记一胶紧辉了 天黑紧闭 忘记一脚紧灰了 我忘了 真的忘了 忘记一脚紧灰了 我印象中好像是 没有从来没有当选过警长 所以从来没有一脚紧灰 那就你二四是两郎对吗 是这样吧 然后想这个六十首位 我也是错 跟你聊一下什么情况 就我实在是拉不动 拉不动 太难拉了 这个七四个郎 这个五四个郎 这个十二这种 暴郎式的发言 在那里 其实警商说实在的 你正常去跳的话 这个十二铁出局的 他第二天都能 第一天警惠流打到这个十 这个鸡巴未知学 就真的是全都是那种 你但凡他打住这种 未知学的情况下面的话 郎郎排一张去倒钩 好轮排直接铁头 去站这个四的边 四的发言 只要正常那么一点点 这个十二第一天 铁出局的 新手区的罗绩 拿来掰起来打 结果这个一钻了狼坑之后 给我来了拨贴脸 坑位移到我这个头上了 没办法了 这个七一张狼 对右排 莫名其妙在那个位置 给我第一轮跳个枪 这个是昨天那个情况下面 还给我盘出五匹狼 我知道我是个查杀 我在这里 我已经开始用一种方式 在表水了 我说我二四个狼的话 这个十二第二天就吃刀了 其实我是奔着守卫去刀的 我跟你聊一下 我这把是打的真的难 这个是昨天那个位置 还给我说 二四个定狼 五四个查杀 十一四个查杀 这个七开不出枪 他四个 昨天就是四十二的轮次了 你在你的视角里面 一定要认这个十二是最后一张狼牌的 还有我告诉你 他验十二号 在那个位置用个委 位置学去验这个十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这么去盘的 他要偷我的 十本身是那边的一张坑位牌 对吗 当时在他视角里面 从结果上来说 不要让他压手 实际上你不说他舒服了 他倒过我 还能打 十十一里面 他居然去验到一张离开的牌 那么只能十号是他的狼 他怕你无法 他的狼狼给堵乱 这个逻辑都可以盘到半点 这个逼除了就 这个是个狼 这个是个狼 半点位置学盘不出来 狼面这种都不聊的 我二第二 第一天是我听完四号狼队友的时候 其实我都有点暴狼发言了 没办法 但是这个时候听不出来 这个情况我不能给四局打冲锋了 我第一天但凡给这个四上票 这个发言直接拉闸的 我怎么发言都拉不回来了 只能给十二上票 这个四还能那么留一留 这个七在这个位置给我跳了赶枪 这个五第一天被他们两个查杀走了 我刀九那天奔着守卫去刀 刀这个六嘛无所谓的 这个六还在投我十二 你开一枪吧好吧 三号玩家 两郎是两郎 这个四不想一样的 就四号玩家真的是心累啊 一张六自己来投一票十二 你说这个六是什么意思 一有没有意思 他可能站错了 你拉他就好了 对吧 但这个六 就你弃票也行 你不能投十二 那你是不是主意比谁都大 一十还弃票 游戏结束 狼人获胜 所谓是谁 九 我想讲一下这个一号和六号两张 那一天我都没法抱怨人呐 我只能我都没法抱怨人呐 你知道吗 我只能我都没法抱怨人呐 我只能我都没法抱怨人呐 我知道 你 他不二的查杀的时候 我铁认他是预言家了 我一票打 他在问他 他是个狼的话 他不可能 我只能我 他不该拜托 他不该拜托 他不能留意 她不得到 他不得到 他不得到 你 他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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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不得到 好了好了休息